欢迎收看1月26号星期一的百个大世纪 马上来看今天有哪些重要新闻 国际燃油价格持续下跌 亚航和飞银航空今天为乘客捎来好消息 宣布取消燃油附加费 无论如何这两家航空公司表明 在1月19号前购买飞银机票的乘客 和1月26号前购买亚航机票的乘客 将不获退回已经缴付的燃油附加费 被扣与前四人助理塞夫刚交的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 将在2月10号获知他的命运 如果安华这一次的上述失败 他不但将丧失他的巴东普国会议员资格 也将需坐牢5年 不过根据律师团队的编辅和陈词 以及提供给联邦法院的充足法律 安华相信自己能够获释 美国联邦调查局悬赏大约1800万令吉 通缉大马级伊斯兰祈祷团头目朱吉弗里 有消息说他可能已经在昨天 菲律宾南部发生的枪战中被击毙 不过伍加曼政治部反恐组主任阿裕翰今天指出 死者中是否包括朱吉弗里暂时还不能证实 朱吉弗里也是一名炸弹专家 一直藏匿在菲律宾南部 三年前也曾传出他遭菲律宾的军方炸死 但之后却发现他还活着 把焦点转向国际 希腊大选成来落定 左翼政党在星期日的大选中成功取得149多数席位 以36.4%的得票率赢得国会大选 但由于习一次不过一半 必须以其他小党派组建成联合政府 这是左翼党派首次在希腊国会选举中取得胜利 市场因担忧希腊退出欧元区 星期一亚洲外汇交易市场欧元跌至11年来的新低 左翼政党党魁齐布拉斯说 希腊要翻开新的一页告别国际债权人 施加的屈辱和痛苦 他也强调将以人民利益为先 上个星期五在香港偷走价值1679万令吉的 钻石项链的四名盗贼 原来干守法不久前也曾在新加坡出现 新加坡滨海湾金沙购物中心的一家珠宝店 去年圣诞节遭人盗窃460万钻戒 而对方竟然也是一名10岁女童 据了解有一男一女带着女童进入珠宝店 三人表现得像一家人 女童在店内随意走动 过了不久 女童称店员没注意时 从展示柜台拿走一件顶级钻石戒指 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发生盗窃事件后 金沙的一些珠宝店已经震设了闭入电视 店员也采取人盯人也盯珠宝的方式 以确保滴水不漏 感谢你的收看 祝你晚安